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真正回到古代或去到未来 但凭借过去的人留下的各种资料 也算达成了自己的部分心愿吧 那么几十几百几千几亿年后的人 如果想时空旅行到我所在的时代怎么办呢 要不我一来为他们打通一条时空隧道吧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说干就干 虽然我驾车技术很烂 但我可以亲老司机一起 虽然路上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 但我其实觉得那也是路途跟风角的一部分 虽然我也有遇到可以使文化成型的各种理由 但我有一个必去的理由 如果我不出发 我这一生都会感到有遗憾 有了这种感觉 那就走起吧 人生有呀 而风景无限 让我带领你 以及未来的有缘人一起 去见证 欣赏 记录下 属于这段年代的风景 这伟大的旅行箱 急匆匆赶来的 就是我们此次终成了山西洛的巷头 而此刻我们还互相识 所以当时我们擦肩而过 其实我心里有点疯 因为我感觉是她 难道会是这么大眼睛 不对 我们的扫扫绝对吧 可以可以给你扫上啊 旅程刚刚开始 其实我也是有些紧张的 人在卖什么 而定往中下喝了摄影机 被各种移民 还不太习惯了 各种移民设备因为还不熟练 但是别说 跟大卫笑起来很有魅力的山西洛哥聊几句 觉得好 此时 和小狼小贩 已经接头成功 她开始十分有职业则为心的 为了普及山西 力量之神 就是那种高人将把毕生血血 兜一股脑 通过高腔发工 出入队本的当局 由于快到云岗石谷景区了 我们要着停车 你想为我发工发连路的高人小贩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咱们继续 不过这会儿 因为咱们去下面那边有饭店 咱们过去 好 对 然后咱们慢慢吃饭 当然我过去天 很小 咱们如果多的话 咱们游园起来不方便 嗯 我们找一个刀削面的吧 你们是都觉得刀 山西刀削面 因为到山西的时间比预计的罢了一些 为了节约时间呢 在山西的第一餐 我们吃的很简单 和那个那些面 什么刀削面 中规中矩的刀削面 和凉菜拼盘 说起山西油膏 我们到山西的第二天 有幸品尝到了当地人家中正宗的南 所以在这里呢 就不得做介绍了 这些是啥 我被勾起了好奇心 这种梅干石跟梅有关系吗 是啊 它就是没有形成梅的石头 它就是没有形成梅的石头 对对对 但是梅不是由木头什么的 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变成梅了吗 那这个石头它没有形成梅 对 不过吃醋了这些工艺品的大哥 没能让我太明白 可能到底是啥 可能说我太不明白 哎呀你看 这是传说中的 云岗石工大佛吧 看完想了 景区中这些 云岗石工大佛的灯照 我觉得很有憋致 有心了 这个是个弹药房场 因为云岛石工大佛所建的僧人 就是这位弹药来所建的 所以弹药在那 有它的一个雕像在这里 它也是比较 似乎比啥把它雕成那种 瘦骨无柴的 你会发现它就是特别轻瘦 而且整个人也比较 就是不是肥胖的那种版本 它当在教课云岗的时候 它发挥了自己的 一身的兴趣 要不要让雕的 整个的这个 看到的觉得 继续赶往云岗石工大佛出的途中呢 意外发现这里 还有一家云岗美术馆 并且展览内容 是和云岗石工大佛们 气质不太搭的 九边重镇 大同镇 大同镇 军宝群一只摄影镇 虽说展览气质 不是很符合云岗石工 并且我们在山西的这几天行程也很远 最终只是看展览中的照片 检查 问一下 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去亲眼看看 下次一定 或者不太下次 哎 想去的地方太多 女生中最难过的事情 不是其他 是学者经典 终于抵达了此次旅程计划中的第一个经典 云岗石工 云岗石工开造于公元460年 时至北魏文成帝统治时期 当时佛教在北魏刚刚经历过法难 也就是太武帝拓跋涛发起的灭佛运动 其实起初他老人家也是礼佛的 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呢 出家还可以免疫免租 不过由于这个优惠政策 很多人就干脆为此出家了 导致太武帝想打个仗都凑不齐人 后来呢 又改为50岁以后才允许出家 但是这期间呢 他身边道教的朋友们 更多也更招人疼起来 慢慢就偏心了 加上某天他发现寺院里 竟然藏了兵器和大量金银财宝 又发现一些和尚们 还会私自酿酒并且涉皇 这让他十分担心 拥有大量为所欲为教徒的佛教 会有造反的可能 在当时众臣崔浩的怂恿下 他发起了险些 让佛教彻底消失在北魏的 血腥灭佛运动 不过他的儿子拓跋晃 向来欠佛 在关键时刻 偷偷通风报信 对接下来佛教可以在北魏 重获新生 起了重要作用 云港石窟全长一公里左右 其中在节目中我们看到的 主要是檀样五窟 属于当年的一期工程 据文献记载 这里的大佛 是按照当年北魏几位帝王的形象 雕草的 又据水晶柱记载 云港石窟这里 曾经山水相依 连生滔滔 现在北魏没有了 水潭 山林也早已由于水门和气候变迁而消失 留下的被大多数人所熟知的只剩云港石窟的佛像门了 据说 一百多年人们谈及大途 最先想到的可能还是煤矿 不过自2011年起 煤炭价格由于种种原因开始下跌 大从从那时期开始努力转型 望着窗外的夕阳 我开始瞎琢磨起来 北魏时期的人跟我看到的夕阳应该是同款吧 那现在的大同人和古代的北魏人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也许北魏时代的某种精神可以延续下来 帮助大同人民转型成功 转念一想 北魏距今已经一千多年了 这期间大同早就经历了无数次的危机与转机 这不是也依然好好的吗 突然感觉 历史场合中的大同人 是真的做到了我在即将出版的新书《未来日记》中写下的那句话 假如某天 发现某种以人为最最美好的未来 和有关这未来的人消失了 那并不代表你就失去了未来 只要活着 就求为新的未来 更好的未来 而努力哟 好吧大同 我不替你下操心了 相信会有来越好的 不如让我们一起 看着现如今的大同郊外 梦回一千多年前 北魏时期的平城郊外吧 哦 那什么大同叫平城 如浑水 又往南远远的到郊外 路旁水滨绿柳成荫 柔枝浮水 人们竞香开去淫水 万盖田园 到处布满了长糖取吃 真是多到数不胜数 哇 古代的大同简直是江南水箱啊 真的很想去看看 如果立岛园那个时代 已经有失有机就好了 哎 做人不能太贪心 立岛园可以洗出水晶术 已经十分了不起了 先别找人家立岛园的茬了 其实按原计划 我还有个景点要去呢 还好 天黑前赶到了 过来 你早点过来 起个早 过来之后 你过来 我这早上一般的 网上给的景区关门时间 是7点PM 而我们的到达时间 是6点50PM 寒泪提醒 请大家出行时 以我为鉴 不要卡着底去景区 作为此次旅行的第一天 今天已经基本上很顺利了 听土林工作人员的话 明天早点起 早点去 终于 我们找到了大同近郊的某酒店 是的 今晚我就住在这里 当初订阵呢 是因为看上去很有山西特色 不过实话说 没想到地理位置这么偏僻 现在谈住宿还早点 嗯 到了必须填饱肚子的时候了 可是 这荒郊野岭的 惊喜来了 原来这家酒店 是做饭店起家的 精彩 做的据说 小有名气 据谁说呢 服务员说的 嗯 那就试试吧 为什么 这是大同特色主食呢 因为里面有山西特产 油面 它又为什么 是大同特色菜呢 因为里面有山西特产 黄花 它又又为什么 是大同特色小吃呢 因为凉粉 产自大同浑圆些 它又又又 为什么是大同特色呢 因为大同自古 擅长做铜锅 似的 入选理由 锅子是大同特色 此处 配合着如此 大气磅礴的音乐 按照一般 常规 套路的篇篇 我应该努力 找一些词汇 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就如同这 音乐版激昂 或者至少 我必须 说出一些门道 让大家觉得 我努力为大家找来了此生必须品尝的真羞 但是 开头时我已经说了 我这片子是拍给未来的 对于未来的人 有人尽量还原真实 如是记录下来 才是公众要的 所以 我就不努力去找可以证明它特别好吃的证据了 并且我也承认 选的这家店呢 是因为太晚了 而周围也没有什么其他餐馆 而这家餐馆的菜品呢 实话说 我没有觉得被惊艳的 不过 用料还是很实在的 属于猪龟中角那种吧 不管菜品是否惊艳 吃得很饱 这就很舒坦了 人吃饱了 也就会容易感到疲倦 此刻 我和我的摄影机 都感到有些恍惚了 是时候 去酒店房间了 虽然已经很晚了 但回过头来 看到当晚的月色 我又有些 不能这么早去休息了 要不 再磨蹭一会儿 不知你怎么想 我一直很喜欢 各个地方的夜晚 去掉了各种嘈杂 更容易注意到 周围世界的各种美 也更容易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说起来 这集里多次提到的水晶柱 被称作永不过时的旅游指南 而她的作者力道员 其实就生在大同 她的创作起点也在大同 而我之前并不知道这些 我一直在说 我的影片是拍给未来的 未来 都有加速的未来 对你我而言 明天 就是未来 希望我的影片 对你我的未来 都会是有意义的 比如 遇到我的手机户 春月千年 仍可以作为旅行指南 也挺好 期待明天 期待未来 我们找一个刀削面的吧 你们都觉得刀削面的 你知道吗 可以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